市政府近日召开2016年登革日防治策略记者会列出今年各项工作旗程 并向中央提出在南部成立国家级登革日防治专则机构等八大建议 卫生局局长林胜哲表示 在去年5月21日的地利登革日确诊病例后 至去年12月31日为止确诊个案为22,752例 造成112人死亡 今年市府设计低病例素低死亡率健康城市美丽家园两大目标 要将成立登革日专则单位以八大原则弱实各项防疫工作 两大目标就是我们希望我们今年的病例数是低的 那第二个是我们的死亡率是低的 尤其是死亡率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说台湾市到今年年底以前 这个我们市总的病例数是22,752例 那去年年底到去年年底以前是22,752例 那死亡人数是112人 赖谦德指出建议内政部针对台湾南部的建筑构造进行研究 避免天钩出水槽的设置 则一部从大学科系检讨昆虫病没稳的人才培育工作 最后是建议修正传染病防治法 针对带病毒的登革日病人强制居家自主管理责任 建议行政院与南部成立国家级的登革日防治研究机构 那这部分呢应该要网罗昆虫 昆虫病媒病媒文专家 及医疗公卫环保级化学防治 私钥抗药研究等专家建筑 那这样才有办法长期性的 而且比较周延的去因应可能每一年都会到来的 登革日的流行 那第二个呢 目前也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 登革日的病人 他们在毒血症的期间 其实目前是没有法律可以约束他们 那只能够道德劝说 要求他们自主管理 那这部分呢我们也希望 未来行政院能够协助 市府防疫总顾问书役人说 印尼可以控制在200里以下就算成功 他认同政府应在南部成立专者机构 不要为了省预防的小钱而花大钱在医疗健保上 也不会影响地方政府人力的调派 更重要的是经验的累积及人力资源的建构 记者林优村谈刃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